以命运之石,又被称为加冕石。 他是苏格兰国宝,历届苏格兰国王都是站在这块石头上,进行加冕仪式。 根据传说,如果是没有能力的人,站在这块石头上称王,石头就会突然开裂,发出巨大的响声。 加冕石曾经被英王爱德华仪式抢走,放置在英国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里,木头王座的下面,此后多位英国国王,包括如今的伊丽莎白二世,都是在这个王座上,举办的加冕仪式。 到了1996年,英国政府决定将它还给苏格兰,但要求对方同意,允许英国新的国王上任时,临时借用这块石头。 二,及格斯法典,又被人们称作魔鬼圣经。 它是波西尼亚十三世纪的一本手抄书籍。 书类用超过160种动物皮制成,体积巨大,需要两个人才能搬起来。 根据传说,一名被判死刑的僧人,在牢房里和魔鬼交易一夜之间写完了这本书。 而书中的插画,就是魔鬼真实的样子。 让人吃惊的是,书上的文字清晰整齐,字形也几乎完全相同,似乎确实是出自同一个人的手笔。 但根据推算,即使在最完美的状态下,想要撰写如此大量的文字,仍然需要超过十年的工作量。 3. 苏美尔王表 这座苏美尔文明时期的石碑,是在伊拉克一次的考古挖掘活动中发现的。 上面记载著历代苏美尔国王的名字。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,根据石碑上的记录,早期的国王每个人都存活了上些年之久。 直到某个时间点之后,国王们的寿命才回归到人类的正常水平。 而这个时间点,正好就是圣经中描述的大洪水爆发的时候。 4. 巴斯比椅子 这把椅子被存放在英国约克郡的一座博物馆里。 被当地人称为死者的椅子。 在17世纪,当地的一名杀人犯,托马斯,巴斯比在被执行绞刑之前,坐在这把椅子上对狱族们说。 他的椅子只属于他自己,其他人坐上去都会死。 在过去的200年里,据说坐过这张椅子,并离其死亡的人,已经超过了60名。 无论传言的真假,直到今天,许多游客仍然会专程来参观,但并没有人敢再坐上去。 看完这些神秘的古代物件,你有神秘想法吗?